不久前在看了翼王团队肥仔所分享的14代CEP降压教程 觉得十分的amazing 同时因为视频所分享的是14700K与13700K降压后的体验 这就让我很好奇 如果将这个CEP降压用在i9 14900K上会是怎样的体验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期节目的分享 在开始分享这次的内容之前 要特别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全亥FSP 同时也赞助了一颗Hydro GT Pro 1000W电源 作为本期视频测试的使用电源 全亥的Hydro GT Pro系列电源应采用半模组的设计 因此主导高瓦数但是价格较为亲民的路线 我拿到的是支持最新的ATX 3.0 与PCIe 5.0协议规格的1000W版本 采用了LLC半桥与DC2DC同步整流设计 同时也配备了全日系高效型电解电容 主电容是采用工业级别的450V105度的日系电容 并且通过了ATX Plus金牌转发率认证 而提供了OCP、OVP、OPP、SCP和OTP五种保护机制 过载保护做得非常的完善 同时1000W的规格对于本次的测试也算是有了有余了 因此特别感谢全亥FSP的电源赞助 以及对本次视频内容的打理支持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真实内容 关于14代的CEP降压教程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 肥仔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上手交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他们的视频 而在我开始体验这个CEP降压之前 我也挺好奇14900K在B760M主板上究竟能够干到多少的功耗 于是这次我将我的14900K装在这一块VCMSI B760MM的Wi-Fi主板 而同时也为了能够模拟日常的使用场景 我也直接装在标准的MATX Mesh机箱里头 并且直接使用目前多数人的公认散热性能非常卓越的 最风转Fantast Garage 1T30-360V2水冷来压制 看看在全默认状态下究竟能不能够很好的压住这颗14900K 测试平台的其他硬件我就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好了 首先来跑个分看看 在全默认状态下进行Cinebench R23全核跑分测试 最终的得分仅有38000分左右 明显不符合14900K本来能够达到的4万到4万1千分的成绩 看来确实是出现过任降频了 然后是进行AIDA64的FPU单烤测试 结果一开始烤机直接就撞上100度的温度墙 软件显示的功耗直接是飙到了380W以上 持续烤机10分钟后的平均功耗维持在350W左右 要知道这已经是撞了温度墙并降频后的功耗 频率都已经降到了5.2G加4.3G了 这时候的插座功耗也来到了510W以上 已经用上那么好的水冷都无法压住了 看来如果不进行降压 目前的市售散热器应该是没有一个能在不过热降频下 压住这颗14900K的 因此我参考了飞仔分享的交车视频 尝试了几次调试后 最终在使用104微码的同时 进行了-0.15V的降压偏移 并且也手动调整了AC-LODLINE以及手动调整防掉压模式 不过要先声明一下 这个参数是基于我这颗14900K搭配这一块主板的结果 不代表所有14900K都能够照超这个参数 并且因为测试的时长与场景有限 也许会存在某些场景下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因此本次的测试与调试进行参考 那么先来看看单考FPU下的温度与功耗状况 点开FPU开始考虑后 温度并没有直接飙沙100度 而是稳定在74度左右 同时功耗也控制在了250W 在考虑测试进行超过10分钟后 温度依然稳定在78度左右 功耗还是稳稳的控制在250W 此时的插座功耗也下降到了400W 相比起全摸的状态下 温度下降了22度 功耗也下降了100W以上 毕竟我这颗14950K的体式价位一般 有如此的结果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之后在这个降压状态下进行了CDBash R23的全核保分 最终的分数回到了正常的4万分以上 到目前为止 不都不承认在进行降压后所获得的体验 确实非常棒 不论是在温度、功耗或是性的释放上 比起全摸人状态下有着质变的体验 唯独只有在降压参数调整上需要花点时间和精神 但我觉得只要有一定的调整姿势 在确定足够稳定的前提下 都十分推荐这个降压方法 而且更不用说全摸人状态下 也会因为功耗和温度过高 导致出现不稳定的问题了 这次到这里 其实就足以证明这个CEP降压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但我却不满足于此 对于一些玩游戏为主的玩家 本来就不太会遇到14900K满载的场景 因此也就不太会遇到功耗和温度暴涨的问题 那么这个CEP降压对游戏玩家来说是否有意义呢? 于是还是老样子 我还是进行我之前一直测试的那4款游戏 来看看全摸人状态与进行降压后的实际差异 首先在CS2 全摸人状态下的14900K能够跑到170W的功耗 温度也一直贴在60度左右 进行了降压后的14900K则是最高仅有110W 大部分时间甚至只有90W左右 温度更是常驻低于50度 比起摸人状态下少了近60W 温度低了10度以上 这次表现则是降压模式的表现会稍好一些 特别是在1%落增上的表现明显更好 所以显示降压模式有更少的瞬间卡顿情况 截至切换到DOTA2和CS2一样 温度和功耗均出现明显的下降 从原本的150W和58度左右下降到100W和47度左右 这次表现也是比起摸人模式略强一点点 同样在1%落增上的征收明显更好一些 然后是绝地求生PUBG 刺激里的表现就没有前面两款的游戏那么多的差异 功耗仅从150W下降到120W 温度也从55度下降到了47度 同时两个模式的增速表现基本一致 算是几款游戏测试下来变化幅度较少的 最后是3A大作《赛博朋克2077》 有件是让我比较吃惊的 就是全默认状态下的1490K在这款游戏中 功耗居然能够干到200W以上 这个功耗表现真的有点夸张 温度表现的部分 哪怕是用了T30 360水冷都能跑到70度左右 真的太夸张了 而进行了降压后的1490K 功耗大幅下降到120W左右 最高也是只有几次瞬间超过150W 温度则是控制在接近60度左右 算是功耗和温度下降幅度较为明显的游戏了 不过在这次表现上 U12077是更吃显卡性能的 因此最终的性能表现基本可以说是一致的 看到这里其实也就证明了1490K在进行CEP降压后 对于游戏体验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只不过这个区别更多是在功耗和温度表现上 对性能来说反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甚至能够说是没差 不过也因为有了CEP降压的手段 使用1490K就有了更多烧热器搭配的可能 不再是仅有顶级360水冷都不太能够伺候的情况 所以我就很好奇在我进行了那么明显的加压手段后 我是不是能够用这颗五热管的单塔风能来压住这颗1490K呢? 可能44很遗憾还是有点难度的 在我进行单卡FPU的时候 温度一开始跑在88度左右 但随着压力越来越久之后 在烤机进行一分钟左右就顶不住撞上100多的温度墙了 但我还是不甘心 可能是散热器的风扇不够给力 于是我将原配的一把风扇 替换成了前后共两把的 利民BESA X33150RPM的暴力风扇 选择这款风扇是因为原装扣具 无法扣上30mm厚的T30 所以只能选择我目前手上25mm厚的B12E 只可惜哪怕换上了两把高性能风扇 在进行烤机后还是会碰到温度墙的极限 考虑到如此勉强的表现 以及替换风扇号所带来的噪音表现 这部分的测试大家就看着土一了就好 高负载状态下还是得上更好的散热器 不过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说不定这个单塔无热管的风扇 就能很好的压轴1490K呢? 搞不好比起没人状态下搭配T30 360水冷表现更好呢? 于是我又进行了一轮游戏测试 这下可好了 果然温度表现比起全没人状态下搭配 所以360水冷还更好 虽然也就只有好那么一点就是了 不过对于两款电机游戏CS2与DOTA2 可以发现不论是360水冷还是单塔风扇 降压后的1%落震表现确实比起默认状态更好 那么对于CPU较为敏感的游戏 降压后所带来的效果也许会更加显著一些 到这里关于CP降压的体验就和各位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总感觉149100K在完成降压后的整体体验都能说是换了一个CPU的感觉 同时用来搭配性价比更高的B760主板成为了可选的选择 并且也打通了更多散热器品类的选择空间 当然视频中使用无乐管单塔风扇持续挑战极限的尝试 我个人还是不推荐使用单塔风扇来压149100K的 不过如果本身的149100K体验还算不错 那么在完成最终的降压手段后 搭配高性能双塔风扇确实还有机会能够稳定使用的 只是碍于节目的时长 这次就不给各位多做这一部分的测试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149100K 搭配B760主板进行CEP降压手段后的游戏体验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要特别感谢TrialFSB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 好让我能够专注给各位分享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也不妨抵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